大家好我是阿天 英斯路拳出擊即將要推出新的這個惡的這個 幸存者 跟蹤狂低於者 那這個是力量型的坦克 那這隻角色要不要練呢 就直接講這隻角色不需要練 為什麼呢力量型的坦克為什麼不需要練呢 我就簡單來拿皮爾斯來說好了 因為這個如果說沒有什麼特別控場 或者是說這個保命 免傷之類的這樣子的這個角色 其實這個就算你是坦克 你等級練不高 其他階級不高的話呢 你去打這個什麼主線推圖啊 這個跨等啊100多級 基本上就是 站在前面就直接被秒了 所以說像是絕對惡的皮爾斯 我也不會建議說大家去練 就算是課長的話 這一隻練的其實也沒有什麼多大的效用 因為他並不能有效的這個控制全場 那這一隻角色的話呢 我覺得他的性 他的特性 有點類似總督 總督是誰呢 就是惡性格的這隻總督 那他也是一樣 就是 打越久他越強 然後呢開大招之後呢 攻擊力會增加 然後他的這個個人裝備 這個施放必殺技免控 然後呢就是越打 然後越強 那之後開了他的這個增幅裝備也是一樣 當他血損越多 他的攻擊力會一直強化下去 就是 這個是不會消失的 那這個跟蹤黃地獄者 也有點類似這個樣子 所以說呢他是需要這個 怎麼講呢就是 慢熱的 就是 越打然後他越強 可是呢問題就是在前面剛開始提到 他是力量型的坦克 然後也沒有什麼 有效的這個減傷 或是免傷 或是控場 所以說呢 要讓他活下來呢 基本上就很困難 你必須要 撐到他活下來 那話要說回來 如果說一隻角色 他 讓他撐到活下來 才能發揮全部的效用的話呢 那其實其他角色 基本上也都可以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是未來呢 未來的話 也許 全面戰會用到 但是也就僅此於這個樣子 但是那是很之後的事情了 所以這隻角色的話 並不建議說 對不起 並不建議說普通的玩家去練喔 好那麼來看他的必殺技喔 他的必殺技呢是發出信號 然後呢這個擺出這個全場的這個陷阱 那敵人會受到傷害 然後並且8秒內進入出血狀態 那出血狀態者移動的時候呢 每0.25秒會受到自身最大HP的這個3%的傷害 然後呢他會撿起一個木製陷阱來提升他的武器的這個射程喔 那也就是說呢他開大招之後呢 全場只要說這個敵人移動後就會受到傷害 如果說敵人不動的話呢 那就不會受到傷害 那這個傷害呢 其實並沒有說非常的明顯 然後另外呢這個木製陷阱的話 這個會提升他的這個武器的射程喔 這個是他的一個特色喔 等一下再說明 然後呢大自然的武器 他會對敵人造成傷害 然後呢這個撂倒對方 這應該是一個短暫的這個 擊倒然後呢這個打斷動作 然後減少這個加速100 這加速減少100還蠻多的 然後呢大力揮舞 大力揮舞呢對敵人範圍造成傷害 然後呢被打到敵人9秒內不能夠恢復生命 然後這個是 會造成相當於 最大HP25%的這個追加傷害 這個要到時候看看說有沒有鎖什麼的攻擊力的上限 因為這個 反正別的遊戲的經驗 他的這個傷害並沒有那麼大 然後這個會補血 那打完之後呢他會減少攻擊射程喔 那攻擊射程如何恢復呢 開大招 開大招這個這個地方 他就會撿起木製陷阱來提升武器射程 所以說他的攻擊力呢 他在施展這個大力揮舞之後呢 他的這個揮完之後 他的射程會減少 因為他那個木製陷阱就把他用掉了 然後呢他在開大招之後呢 他又會撿起木製陷阱 然後他又會恢復他的武器射程 又或者是說增加這個武器射程喔 然後呢最後一招是屬於被動的 這個開戰之後呢 我軍或是敵軍死掉 招換物不算 那他就會增加武器射程 就是撿起這個什麼木製陷阱嗎 然後這個包含我軍跟敵軍 每一個人死亡呢 他就會恢復HP的30% 然後必根據恢復的數值 增加自身的最大HP 也會跟著提升 所以說呢當有人死掉之後呢 他就會開始慢慢的這個疊加這個buff 那他的這個個人裝備呢 就是 當他 不斷的這一個 不斷的這個撿起木製陷阱 提升武器射程呢 或是說有人死掉 這個樣子 然後呢他就會慢慢的 提升自己的攻擊力是永久的 然後最後面呢會進入到這個 免控 那個 免控的狀態 不是免傷的 免傷這樣太扯了 是免控的狀態 但是呢那也要敵人死大概 大概是3個吧 我軍或是敵人死3個 然後他要能夠 這個樣子就是 不斷的現場補給 或是開大招這個樣子 好然後呢 至於說這個增幅裝備的話 應該是 受到一定樣的血 會獲得一個護盾 算是 可以稍微坦一下 不過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他是一個 沒有控場的坦克 然後呢 有點像是總督這樣子 也就是越打越猛 越打越猛 那可是呢 他的問題點就是在說 他常常會站著就直接死掉 那總督這隻角色的話呢 其實也是類似 類似 那個 這一個什麼 跟蹤狂地獄者的這個玩法 所以說呢如果說這兩隻要選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玩總督 因為我覺得總督的話 可能會比這個 跟蹤狂地獄者 好用一些 不過這兩個特性真的是蠻像的 但是呢 基本上這兩隻 在目前來說是可以不用練的 除非是真的 這個你的角色資源很多呢 那你可以玩玩看 那但是這兩隻的話我會比較推薦玩這個總督喔 好那說完了之後呢我們來看一下新的一個月的這個 保稅倉庫要開始 不要忘記打 保稅倉庫的這個獎勵算是蠻多的 那我們就 怎麼講呢 他是兩個禮拜一次嘛 那我們就先打個10關吧 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反正基本上呢就是 你都上一個亞伯拉罕 然後 這樣其他就會比較好過一些喔 好 好那前期角色不多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就大概是 分個兩次打 這樣子壓力比較不會大喔 好所以我們先配置四個中立性格的 我有編制隊伍嗎 應該是有 我有為這個這個保稅倉庫編制隊伍 然後這樣子 不對 中立的是這一個 好這一隊的話就是四個中立喔 然後再配上一個這個什麼 油精 好我們速速戰鬥 快速解決 好再來是全部都是同一個中立的 那我們當然是選擇這個這個游擊啊對不對 好 這樣子 反正就是都把亞伯拉罕放上來啦 這樣就輕鬆很多了 畢竟亞伯拉罕無敵嘛 那等到這個遊戲越到後面角色越多的話 你在打保稅倉庫的話 就會有更多角色可以選擇了 好 4個2然後5個人都要活著 好編制 建議都 建議都 都把這個編制射進去 因為這個每個月都要打一次喔 所以說呢你在每一關在那邊調來調去還是蠻麻煩的 因為這個每個月的話雖然說每一關條件都有點不大一樣 但是基本上 上4個陣營的話是這個是不會變的 所以說最好是把它建立在這個編制裡面 好4個旁關然後呢 釋放4次以下的這個必殺技 有沒有你看 我這樣子對我點一下就好了 小心一點小心一點 一次必殺技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吧 等一下 我會不會放太多次必殺技啦 確認一下 OK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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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忘記關掉AUTO 然後要配置約翰跟泰瑞斯 約翰 約翰跟泰瑞斯 约翰 约翰是这一只 然后泰瑞斯是狮子 四个三阵营 然后要约翰跟泰瑞斯 我有约翰吗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借佣兵 我确认一下我们约翰 我有希迪克 不对不对不对 约翰是 我没有约翰 糟糕 那如果是碰到这个状况的话 你可以去借佣兵 看一下喔 可是我傭兵好像都借满了 为了打这个全面战 对我傭兵都借满了 如果真的要解这个的话 你就借一个约翰 然后呢 这个金色的 反正大家都会借你 因为这个金色的话 基本上大家不会抢着借 好那没关系 那我们这边就跳过 我们就继续往后打 反正这个应该是少这个增幅装备吧 好那我们就用四个三阵营 我想等到礼拜天 准备要更新这个借佣兵的时候 我们再来借 因为现在来说这个傭兵我要拿来打这个全面战 有点不确定说接下来哪一只角色会用到 反正基本上那个什么恶棍的话一定会用到这一个 这个化学胶 所以我想说打完恶棍之后呢 我把那个傭兵还回去 然后再去借一只这个约翰 然后四个绝对上绝对二 然后一个人要杀三个人 绝对上绝对二是这一对 这一对的话就 这是比较旧一点的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麦尔坎 其实已经升上去了 其实我应该把麦尔坎放上来 但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这个主角就是 就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应该一个人有杀三只吧 没有问题哦 好过关了 快速哦 然后四个中立 后排都是游击 后排都是游击 也许可以一次过 也许可以一次过 你看 游击游击 四个中立 游击游击 不要游金了 游击的话那就是安卓利亚 这个样子 后排都是游击 然后四个中立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一次搞定了 OK 好 这样没有错吧 解完了 好再来 这是第七关了 我来看一下我的二阵营 应该可以吧 亚伯拉罕 配上贝娥 哎呀 19秒 OKOKOK 好再来是第八关 四个旁关 威廉跟凯特 威廉 威廉 是谁啊 威廉 中立的中立的威廉 可是这是 这次 这是旁关的威廉跟凯特 都不是中立的 那这个肯定要打两次啊 好 那我们就先来四个旁关了 威廉跟凯特都是中立的啊 没赛没赛没赛 这个 还是不要不要碰到泰瑞斯 像我的话我会刻意避开拉泰瑞斯 因为泰瑞斯血少之后呢 他会狂暴 除非你的油精刚刚好叫出那个 那个 那个稻草人然后骗他方向 所以如果是有泰瑞斯 通常我会先让这个 亚伯拉罕对其他人 然后呢 我们要上这个 约翰跟这个凯特 凯特 凯特凯特 然后约翰 威廉 威廉 抱歉 抱歉 那个 玩太多游戏 那个名字都搞混了 威廉是一定要练的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 至于说这什么 第一语者啊我就觉得不需要 我们等下一支 应该是下一支吧 下一支坦克真的是神坦出现 二阵营的神坦 新手的救星 但是 这款游戏新手救星就已经有亚伯拉罕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是蛮佛心的 好 散阵营的两个 然后要优先击杀两名后排 我们先 优先击杀两名后排 算算算算 先不要想那么多 我们先解第1个任务再说 要优先击杀两名后排 罗希塔是 诶诶 过了 莫名其妙过了 好 再来 第10关 绝对善恶 20秒内获胜 如果说这个不行的话 那我就分两次几 没有关系 反正绝对善恶 还不够强 我们先 连过关都有问题啊 我的天啊 稍等一下 可能 我没有装装备 但是懒得装 绝对善恶 我有麦尔坎 这样 好不好 麦尔坎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我先拉这边好了 这个莱克 诶不对不对 莱克很痛 来 过来 4个绝对善恶 拉不过来 哎呀我被拉走 被拉走了 哎呦 烦啊 糟糕 等一下 卡这一关尴尬了 看一下 还是躲后面好了 麦尔坎 拉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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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拉我不要拉我 哎呀 4个 4个绝对善恶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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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看来还是要装备一下 这一个 这个 把这个装备脱一下穿一下 好 然后脱一下 然后在这个 因为这一个 这个保税仓库是 室友吃角色的这个装备的 麦尔坎 然后这个 米琼恩随便了随便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因为刚刚都拖光光打 好 看来这一关不行了 好这样子应该没问题了吧 装备穿上去是差很多的 有没有 有差有差 至少开大了吧 虽然还是输掉了 但是 但是已经有明显的好 好转很多啦 看一下 拉不过来 哎呀我又被拉走了 以西节开大 哎可惜 对面有马格纳很讨厌的 这样他们的速度比我快 我拉上面好了 我想要先解决莱克 莱克比较麻烦 然后先解决莱克 好这样拉过来 我们先把这一个 莱克这个炮手很危险 先把炮手给解决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我觉得 再试一下 我是想要先解决这个莱克啦 反正莱克 莱克的伤害真的太大 可能莫名其妙开个大 就把人家给秒掉了 好 行咯行咯 成咯成咯 可以咯可以咯 蹦蹦蹦蹦蹦蹦蹦 好 OK过关 然后再来是20秒内获胜 那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什么 一般的这个打王队伍 好 尼根 脱光光 麦尔坎脱光光 然后呢这个 以希杰脱光光 先把它装回去 好麻烦喔 又一直穿 穿妆脱妆 等一下 这也是没办法的 打全面战也是需要 然后推图也要用到 好这样子 OK 这个地方的话我刚脱掉了嘛 看一下 亨利 穿一下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要20秒内获胜 要怎么摆呢 就摆一般的这个这个推图队 我们看一下推图队的话应该是这一对 然后我们也有马格纳 有凯特真伤 好就这个样子吧 不然就贝娥拉过来 只花了17秒钟 好啦 这样就拿完了 那我欠的就是那个约翰 就是约翰的话没关系 到时候就是 找个时间 佣兵有空的时候呢 就跟这个好友借一下就好了 好我们来开一下 哎哟 凯恩跟梅瑟 好啦 那影片就到这个地方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阿天 我们下期见 拜拜